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的是港幣32元一個月,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德國的一個智庫要求 歐盟要研究香港的特區護照地位 因為香港越來越像一個中國城市 不應該有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即是特區護照就不應該跟中國護照有什麼分野 如果真的要研究這個地位 最後的結論就是,大家都一樣的話 香港人的160多個國家的免簽證的待遇 這個特區護照可能會陸續受到影響 不過現在仍然是將來式,暫時還未見到研究的結果 但有些事情已經是現在進行式 即是香港就等於中國 在美國國會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最近通過了一個議案 要求美國總統確認 香港駐美國的經貿辦事處 經濟貿易辦事處 簡稱叫做HKATO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的職能和享有的外交待遇 是不是應該繼續 這個通過了一個議案 接著的程序就要總統確認 如果總統認為這些外交特權需要取消的話 香港駐美國的三個辦事處 需要在六個月內關閉 最後拜登會不會確認呢 暫時不知道 但是通過了這個議案 也是反映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美國的國會議員 在這個參議院的國會議員 都已經認定了 香港 和中國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這個議案叫什麼呢 叫做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刑證法 HKETO Certification Act 就由這個 一直都很關注香港 也是相當反共的 一個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的參議員 魯比奧 和另一個民主黨的參議員 一個跨黨的 麥克利提出的 參議院的外交關係委員會 在星期四 就通過了 一次通過了這個議案 接著就要被參議院全體成員進行投票 眾議院也提出一個類似的法案 當然特區政府就對這個 通過了這個議案 反應非常之大 這個所謂認證的 議案 這個議案是這樣的 美國總統需要在30天裡面 確認香港駐美國經濟貿易事處 是不是應該繼續享有 目前的特權和豁免待遇 包括三個是華盛頓紐約和三分市 如果總統認為這些特權不應該繼續的話 香港駐美國的經濟貿易事處 會六個月裡面停止運作 國會也有權提出否決 如果這個決議案 通過就會迫使行政部門 撤銷香港駐美國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外交特權 現在這就是由一個 外交的關係委員會參議院的 國會也可以做這件事 好了 議案的兩個議員 口頭表決之後發表了聲明 香港駐美國的經濟貿易事處 所享有的特權 是基於香港在中國的專制控制之外的地位 但是自從 意思是 香港和中國有所分別 中國大陸就由中共一黨專政 由他領導的 這個就是專制控制的 香港不是的 一國兩制 所以就給香港 一個特殊的地位 跟特區護照一樣 整個概念 有別於中國大陸 這個概念 香港雖然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過它跟中國是不同的 但是自從北京推行港區國安法以來 美國已經不再承認香港的自治權 包括 這個入口的貨品 不可以用香港的單獨關稅區 雖然被世貿就說不行 香港是一個獨立關稅區 獨立關稅的地位 但是美國就說 香港已經沒有自治權了 香港駐美國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已經成為中國的宣傳工具 用來掩蓋中國 香港人 以及其他被視為 威脅的人權侵犯 提出議案的魯比奧 批評 中國持續破壞香港基本自由 呼籲參議院儘快通過這個法案 取消香港駐美國經貿易辦事處的特權 另一個參議員 麥克利說香港駐美國經貿易辦事處 成為中國的喉舌 形容這個事實 是令人遺憾的 好了暫時這個不是事實 即是未成為事實 是將來式來的 是不是關閉呢 當然 特區政府反應很強烈 這個外交部駐港專員工處就說 通過法案鼓吹取消香港特區駐美經貿辦的 特權豁免待遇 甚至關閉辦事處 是粗暴干預 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時意抹黑詆毀一國兩制 公處強烈譴責及堅決反對 敦促美方 立即懸崖立馬 停止推進法案 若美國政客一意孤行 執意推進法案 到頭來是損害美方自身利益和信譽 只會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 特區政府說一直按著一國兩制的原則 和世界各地 維持經貿關係 香港駐華盛頓紐約和三藩市的經貿辦事處 會繼續無畏無懼 和不偏不倚推廣香港獨特優勢 促請美方 遵從國際關係基本重則 停止干涉香港事務 我都不太明白 推動香港獨特優勢 為什麼要有無畏無懼呢 為什麼要去打仗呢 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平心靜氣地看了問題 當然美帝之亡我之心不死 一直都這樣說 現在問題是什麼呢 自從宇宙大法通過了以來 不只是通過的 大家知道 用宇宙大法 拘控的人不多 幾百人 不過 宇宙大法成立了之後 通過了之後 有不少的人 在2019年之後被拘捕了 最近也有很多 用煽動罪來拘捕 現在告的 媒體 包括《立場新聞》等等 都是說他是煽動的 不是宇宙大法 大家知道 在宇宙大法 通過了之後 推行了之後 香港整體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資訊流通 人權 法治等等 他現在用得很盡 先動罪是什麼呢 是自從六七年暴動用過之後 一直都沒有用過 最近 幾年 頻密地用 這個不是威脅言論自由是什麼呢 好了 現在問題就是 我想有香港的建制派都看得到的了 究竟一國兩制 那個界線是不是越來越模糊 一國兩制的兩制 是不是仍然是存在 縱使仍然是存在 仍然是在生也好 其實都是被打到煙煙一息的了 就是說 美國 現在就用那個理由也好 借口也好 就說香港已經是 融入了中國大陸 成為了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的城市 一個二流的中國城市 有些人都這樣說 二流的中國城市 是一些建制派這樣說的 而且大陸 有些 知名的撲客 靖海猴也有這樣說 引起香港建制派很多的討論 就是說現在這種做法 這個極左的做法 零左膜右的做法 動一些就制出這個國安法 犯化 動一些就用了 什麼都用了 我才不出都用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就要問 香港和中國大陸有什麼分別 現在美國的國會議員 其實就用了這件事 香港既然和中國大陸沒有分別 為什麼要搞一個經貿辦 在那裏 特別享有外交的豁免權 是不是 這個特別的待遇 不是 特權豁免待遇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不是等於融入 中國的 領事館大使館的一部份 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特別搞一個 經貿辦 因為你香港是有別於大陸 現在就告訴你香港和大陸沒有分別 又或者即使有分別的分別 你也都介紹很模糊 那就 沒有了這個特權的待遇 為什麼要給你特權的待遇 你說關閉 關閉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你關閉了之後 那些人員就進去中國大使館辦事 不要搞自己那些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就是這樣 整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 我不知道那些人高興不高興 當美國說要取消 三個在 包括在 三藩市紐約等等 這些經貿辦 這三個經貿辦 其實某程度上 引證了Hong Kong is China 香港真的是 名副其實 清清楚楚 清晰到不得了 香港 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香港和中國沒有分別 香港 和中國的城市沒有分別 這個不就很清楚 華盛頓紐約 三藩市 求人得人的 某程度上來說 你經常都怕香港 脫離出去 現在你用一個獨立的 地位在別人國家那裏 關稅區也好 設立辦事處也好 如果香港如果是 中國的一部分的話 需要這樣做呢 現在美國 就是用這個方法 告訴你 我們很確認到一件事 香港就等於中國的一部分 完全是沒有任何的懸念 你說 你 你這樣做不對 我們還是一國兩制 但是你現在做的事 我覺得每做一件事都幾乎在摧毀 或者叫做 游論 或者叫做破壞 一個兩制的東西 於是人家 有這個看法 我覺得 一點都不奇怪 其實對於建制派 極左的人來說 你應該是高興 都來不及的 人家 確認了你的努力 確認了你的成果 就是說 這個福島 排放核廢水為例 中國大陸就說 十個都遠的 這個海產 不能進來 食物不能進來 香港就緊跟 歐盟呢 剛剛 宣佈說 沒問題了我們已經確認從科學的數據來看 我們已經確認了他們沒有問題了我們可以重新輸入他們的 食物 從 和全世界 走不同的方向 你和中國走同一個方向 因為中國 要給日本顏色 因為日本和美國靠攏得越來越重要 越給日本顏色 中國這樣做香港就要緊跟 香港就是中國一部分都很清楚 你不可以 逆中國的意思 你不單止是本地內部的政策是這樣的 你對外政策也是一樣 動一點 動一點就說 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人家大陸搞戰狼外交 你香港又搞戰狼外交 那你就不是他一部分 如果他一部分搞那麼多辦事處 來做什麼 遲些可能港幣也不用用 用人民幣就可以了 用港幣來做什麼 還要跟美金掛勾來做什麼 你這個護照還要 為何要享有那麼多國家的豁免 這個面簽政權 跟中國大陸看齊就可以了 很快就會出現這種情況 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懸念 如果香港 繼續這樣去 所以大陸的 政治精英就要講這個問題 到底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我們需要一個 香港 跟中國沒有什麼分別的一個二流城市 還是香港 是一個繼續生金蛋 繼續成為 即使你說是中國的金融中心 你也要面向國際 上海也是中國金融中心 你也要面向國際 那麼香港如果 越來越被人覺得 你跟中國的 普通城市沒有什麼分別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搞那麼多 獨特的 豁免權 待遇給你呢 問題的關鍵就是 人家很明正言順 做這件事 你說他是不是玩東西 對 他是玩東西 你有個藉口給他玩東西 問題就是這樣 好 經歷到這裏 我繼續支持我朋友 我繼續支持我心情很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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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